大家好,这里是张云视野 自从中共被人类发动病毒战以来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中共为什么这么疯狂 他们的本钱究竟在哪里 他们究竟想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他们的目的终究何在 我也一直在深思这个问题 最近几天我逐渐理出了一个线索 从中共以前的 特别是武汉病毒所的一系列官员的论文和讲话里 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讲话里 我们都能够见到端倪 因为王毅一再威胁国际社会 不要逼我们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而武汉病毒所正门大厅里面 一句话就是这里是潘多拉的磨合 还有石正丽以前的论文告诉国际社会 他武汉病毒所已经合成了127种新冠状病毒 目前被释放出来的新冠病毒 很可能是最薄弱的仅仅是一个试探性进攻 是一支养工 就是告诉国际社会 中共已经有能力 对全人类构成威胁 这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很多大片里面 就是那个黑帮或者说某个疯狂的这个科学家 制造了一种终极武器 然后呢又以要挟人类 勒索人类 并且进而企图浓溢人类 按照这个线索呢 我尤其就是说留意这方面的这个资料 我最近刚刚得到一份这个就是说密件 是昨天得到我思考了很久决定把它推出来 那就是中共目前呢 已经正在加紧生产更多的生物化学武器 从这个这里面的这个资料的披露 因为现在很多资料呢 的来源呢都要求我呢 就是说不要这个就是说披露它的来源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中国大陆内部 我的很多朋友在向我爆料的时候 也一再向我强调说你不要这个说的太具体 免得暴露我的朋友 这份资料上面说呢 这个习近平呢已经命令八个 超级生化武器研究所抓紧进行这个工作 就说呢生产出更多的这个生物化学武器 储备更多的生物化学武器 而且呢中共的四大军工企业呢已经现在全部发动起来 就是所有他们认为最秘密最核心的这个生产部门都在全力以赴的生产化学武器 而且各个地方的军事禁区早就建立了地下大型仓库 准备呢储备大量的生物化学武器 而且呢我还有 我有一个推测就是中共很可能已经把相当数量的生物化学武器 运到全球各地 因为呢中共这些年呢通过贸易呢 与全世界都建立了航运联系 他们完全能够通过这个航运 因为每个中共的这个远洋货船上面都有一个党委部门或者党支部 这些人呢实际上都是中共的这个间谍 他们呢完全能够把大量的这个生物化学武器 可以小包装地运到这个世界各地 而且呢他们有地方储备这些化学武器 比如说就在美国纽约 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租到十个二十个房间 或者在他们几十个特工的这个家里面地下室里面 或者某一个角落里面存放有这个生物化学这个武器 然后他到各处使毒很难被发掘的 就像纽约的疫情如此严重 我一再强调很有可能是中共生化战的结果 因为目前呢最荒唐的是 世界各地的零号病人或者前几号病人 都十分明确地来自这个武汉 但是纽约呢却发生混乱 纽约州长库默和纽约市长这个白思豪 甚至都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推测 他们说现在的这个来源不明 他们说这个有些病人 最早的病人可能来自欧洲 这个已经引起了欧洲的愤怒 他们之所以如此糊里糊涂 很可能呢都是上了当 就是说呢纽约可能最早的来源呢 是中共这个生物化 故意就是说释放生物化学武器 也就是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的结果 习近平的这个战略呢 现在呢他觉得他有把握 能够对抗国际社会 甚至对抗八十国联军 当年呢我们知道慈禧连太后对抗八国联军 主要用的是人海战术 比如说他先发制人 动员数十万这个满清正规军 和这个上百万的义和团战士 去围攻这个就是说东郊明相 还有西式户教堂 就是说西方人的这个教会和这个大使馆 当时呢这个大使馆里面呢 就是东郊明相那里面呢 仅仅有数百名武装人员 但是他们抵抗了 就是说呢 十几万这个满清正规军 和这个几十万 那个那个那个义和团 那个武装人员的进攻 西式户教堂呢更是只有不到200人 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名武装人员带着枪 他们也防守了两个月 一直等到大概两千多名八国联军 杀进北京 就是说呢 他们的抵抗力非常强 那时候呢 慈禧的这个力量呢 可以这么说 他以为他自己拥有几十万 拥有百万雄师 但事实上在西方不堪一击 但是习近平呢 现在找到了新的办法 那就是生物战 因为这个生物战呢 第一呢 如果国际联军 大规模的国际联军 可能数以百万级 要在中国各地登陆 或者说呢 再从这个 这个北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这个尤其是西北 边境 一带 蜂拥而入的话呢 那数百万军队 有可能感染中共 释放出来最厉害的这个病毒 这是第一 习近平的第一个战略 就是说那时候中国可以公然地在八国联军 在新的八十国联军的所必经之兔上 就是说呢 用特工来埋伏好大量的这个生化武器毒品 而不 生化武器病毒 然后呢 等到八十国联军来的时候呢 就通过饮水 食物 器皿 以及各种各样的方式 向他们使毒 所以说呢 有可能对这个国际联军呢 造成 巨大的这个伤害 还有呢 就是中共在全球各地的仓库 或者说隐蔽的特工 比如说全球各地的同乡会 学生会 还有中共的所谓中资机构 都可能在他们的地下室里 存放着大量的这个生物武器 到时候也可以发动攻击 令国际社会陷入瘫痪状态 实际上这个思路呢 也不是习近平独自发明的 早在毛泽东时代 就有这种类似的思路 就是要毁灭全人类 即便毁灭全人类 也要称霸世界 前两天我看了 中共的一个学者的言论 他说过去两千年来 中国一直是全球 一直独秀的帝国 最强大的这个帝国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后来经过这个 别人的指证 才知道这是中共所谓的学者 张维迎 这个家伙呢 简直胡扯八道 实际上中华帝国 始终都是一个挨打的帝国 唐宋元明清 除了明朝以外 基本上是少数民族 征服汉人的结果 那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满洲人 仅仅几万人 就横扫几百万明朝大军 别忘了 当时明帝国表面上 它狭有的人口最多 在全球 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将近两亿人 但是都不堪一击 都像一群牛羊组成的军队 因为只有牛羊组成的军队 装备着这个西洋大炮 却能够被几万只拿大刀的满洲人征服 这都不稀奇 稀奇的是能跪在那些那一点满洲人面前 跪了两百六十七年 而且呢 所谓信海革命 其实呢 是西方八国联军 英军 法军 日军 一再打垮了满蒙帝国 我们刚才讲过 满蒙帝国对汉人的战斗力 基本上是一比一百 也就是三万满洲子弟 就可以来征服 消灭三百万汉人军队 同样的这个道理 几千英军 四千英军 就可以打垮八十万满蒙军队 也就是一比两百 甚至一比三百 就双方的这个战斗力之比 所以说呢 这样说来呢 其实呢 中国军队 汉人是没有战斗力 这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他把人变成了牛羊 牛羊怎么能有战斗力呢 对不对 牛羊除了被宰被杀被驱赶 还能有别的命运吗 所以习近平呢 现在就发起 在这个张文银 类似这样的这个学者的蛊惑之下呢 居然呢 就发 就是就开发他的这个研究 他的这个病毒战略 企图用他的病毒战略 来取得国际八权地位 这简直很荒唐 毛泽东时代 很多人恐怕都记忆犹新 就是毛泽东曾经在俄罗斯 对全世界共产党理求声称 我们已经找到了解放世界的办法 那就是向美国宣传 把美军 几百万美军引到中国 然后呢 由苏联投放核武器 把这几百万美军 都统统消灭掉 哪怕在此过程当中 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中国人 都灭亡 就是同归与尽 比如说 当时中国六亿人 他说哪怕有四亿 两亿到四亿的中国人 跟着美军一起 被同归与尽 那么美军的主力 部队被消灭了 这样全世界 就能够被我们解放 我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 这是毛泽东的战略 当时这个战略呢 使得各国的共产党领袖 都倒抽一口冷气 他们就要面对一个怪物 他们难以想象 中国人如此疯狂 如此愚昧 如此野蛮 赫鲁肖福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都震惊万分 他说原来我们 在中国扶植的 中共的这些头目 都是这样一群 上兴并扛的人类炸热 而习近平呢 应该说更炸 你看看他现在的 这个病毒战略 现在已经对人类 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害 他不知道反省 反而要在这个 这个野蛮的道路上 还要狂奔下去 前不久呢 习近平还专门视察了西安 很多有战略眼光的 网友都分析 习近平实际上 是在准备陪东 也就是说呢 由于北京 容易遭受攻击 因为来自海上 航空母舰的这个飞机呢 很容易去轰炸北京 而且呢 各种武器呢 也会摧毁北京 所以习近平到西安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陪东 也就是说 一旦中共 跟八十国联军作战的话 他可以躲在这个西安进行指挥 西安呢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算是中国的 西安到 算是一个地理中心 从西安到武汉 都是中国的地理中心 所以说呢 他躲在那里面呢 就可以确保自己 和所谓的中共中央的安全 所以说呢 习近平的这个战略呢 看来是由来已久 我认为呢 现在国际社会呢 必须要加强防范 就说呢 要更大范围 更严格的切断与中共的联系 赶紧撤出在华的所有商人 外交官 同时呢 要对海外呢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 把所有的亲共分子 都驱逐出回中国 因为否则的话呢 这些人都可能手里面 就是掌握着生化武器 一旦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那么中共呢 这些遍布海外的这种小粉红 这些这个亲共分子 就可能释放生物武器 就可能使人类处于一种 非常危险的境地 而且呢 最近呢 这个国际社会的警惕呢 都蔓延到了这个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的一位专家 这个微生物学家 名字叫做Peter Chumkov 这个很多人都没有翻译 是我把它翻译出来的 他是一位俄罗斯著名的 这个专家教授 据英国每日邮报 每日邮报 是英国的一个正规大报 类似于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 据他们报道呢 这个生物学家呢 明确指出 说武汉实验室 做了绝对疯狂的事情 也就是突破了化学家们 微生物学家们 病毒学家们的极限 也就是通过合成病毒 试图制造一种强大的生物武器 足以可能 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生物武器 所以说呢 从这个苏联人的觉醒 就能看出来 世界各地呢 都在以警惕的目光 来看待中共的 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病毒战略 最后我要报告大家的 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以色列 特拉文夫大学 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班以色列 最近做出的一个分析 这个人的姓就叫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本来就是一个形式 以色列 这个包括这个 这个犹太 都是古老的这个部族 很多人都用它做信的 这个班以色列指出呢 根据全世界各个城市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病毒呢 肆虐期呢 很有限 就是说只能有70天左右的活跃期 到了70天呢 它就会自然的就会消退 它刚开始的时候呢 班指出呢 它的这个上升非常惊人 以30%的速度上升 然后到最后的关头呢 就以逐渐衰退 到最后呢 在70天左右呢 能下降到5%以下 也就是确诊病例的这个增加幅度 这个 它这个研判呢 是根据这个中共病毒 在全世界所造成的 这个危害的统计结果而言的 而且呢 它还指出呢 这个呢 不以你控制的这个严厉程度 就是说 减少或者增加 也就是说呢 这个70天的这个消失 不是会因为说你这个 像武汉那样 把人都关在家里面 就能够阻止 也不会像澳大利亚那样 能照常生活 那样就会 就说 就会泛滥成灾 也就是说呢 人类 目前采取的措施 都是有限的 病毒本身的规律 可能更强悍一些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说呢 这个病毒呢 对人类的构成的这个危害呢 虽然现在一开始 令人惊慌失措 但最终看来呢 也不过比传统的这个感冒 增强了几个缩量级而已 增强了最多一个缩量级而已 也就是强了几倍 从对纽约 从对美国的这个危害程度来看 是这样的 然后呢 所以这个消息呢 就表明了 第一呢 这个病毒还是可以 这个不要对它太过恐惧 但是呢 人类必须保持警惕之心 因为呢 中共还有127种新冠病毒 正在虎视眈眈的 可能在世界各地的 中共的秘密据点里面 正在窥视着人类 一旦这个中共与人类 进入战争状态 习近平就可能下令 释放这些病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